欢迎大家收看 赛马娱乐新闻 HAPPY BIRTHDAY 韦达姥姥Ethan 很快就18岁长大成人了 儿子要离开自己去读大学 爸爸也有点敢做 觉得有个这么聪明的姥姥 相当自豪地说 一头长发的Ethan 真是很有爸爸年轻时的影子 相信他也会和爸爸一样 这么努力向自己的理想迈进 上届珠峰錦标冠军 川河达区 来到香港之后表现下滑 健康更加出现问题 最终幕后决定将他送回澳洲发展 早前他已经抵达纽西兰隔离检疫 在阳光之下散步舒展根骨 看来他挺精神的 完成两星期检疫之后 他就会回归澳洲南域 希望他回到熟悉的地方 可以再创高峰了 看到巴道太太Eva买完东西看来看去 就知道这次出事了 原来巴道犯了每个男人都会犯的错 就是太太买东西的时候不帮忙 还躲在儿童区玩电话 Eva都很不客气 说很难相信这个人已经30岁 还要有个女儿 那我又要帮巴道平反了 其实他都周不时帮忙照顾女儿的 星期三夜菜 还凭着重复者赢马养家 绝对是真男人 刚刚过去的跑马地夜菜 装蒸罕见的超级血月 大家都想月亮露一露面 迎张领赏 可惜当日都挺多云 不少人都望天打掛无授 不过晨晨郭富城 就首都云开见月明了 话说他五月份 第二次入场为武士精神打气 爱他终于不负所望 打开圣门 可以拍张漂亮的头码照 说起漂亮的照片 知不知道网络上最吸含的是什么呢 让我告诉你 网上最吸含的 除了是漂亮的尾图之外 草物都是吸含的王牌 这些这么可爱的毛小孩 是属于哪一位绿恩人马的呢 洪哥的社家媒体 又头马上一点都不奇怪 还有他玩越野单车的铺 跟来就多了分享 他爱犬虫鼠狗威蜡 洪哥形容 当年报复开阳 现在老太不逞 快十六岁了 哇 继络不就是等于人类八十岁 还好老当益壮啊 三哥田太安 加油动牛犬了 Bruce 样子傻奸奸的 好可爱啊 男女主人的社交媒体 Story Highlight 都特意开了个包装 存着他的铺 不过Safrienne明显地 把Bruce放第一位 进去看看 原来Bruce很喜欢 跟三哥一起游泳的 高东尼女女Antonia 除了喜欢运动 对于小动物都很有爱心的 家里又爱猫Simba 和Rambo 和爱犬Nacho 在社交媒体上 记录了爱草的成长 和生活片段 潮流就流行 Staycation Antonia还特意带上Nacho 去专为招呼 草物而切的酒店 享受一下 咦 还可以看到高东尼 看着Nacho 四万港口的瓷场样子 别以为Nacho傻奸奸 其实都好得老爷欢心啊 潘明辉的歌机Sophie 很可爱啊 别看他这么大 原来他都只有一岁大的 由他去到宝宝的时候 到现在一岁多 平时每天都跟他去家 其实他陪我一起放松一下 他都会令我开心一点 他是比较可爱一点的粉种 但是他去酒店玩一下 然后有一些设施 或者给他玩一下 又可以很多打卡 跟他拍照打卡 我又没去过那些地方 如果不是他 我都不会去 所以他令我去多了 香港不同的地方 星期日沙田日赛 就将会上演国际三级赛 獅子fan錦标 打给冠军达新星 经过小优后复出真胜 不知道表演会怎样呢 我就期待Ironman角梁 平赛后复出了 我建议他IG 一路有做运动Keep Fit 看来都准备走势了 那大家就要记得留意 星期日的赛事 今集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